嗨 大家好 我是Peggy 感覺我真的很想我看 因為聽剛剛每個人的經驗都比我還豐富 所以你們今天就當聽故事就好 那我剛好也想要講一個 就是我今年夏天的旅行的故事 好 停下去吧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好了 我中文名字叫王思平 我是正大廣電氣霜氣管 今年也升大四 我獅子座 我八月升台北人 以前經驗是大二在飾品店打工 在我們學校的咖啡打工 還有再來我就帶一個社團 我是當團長 然後我去投Google那個饅頭計劃 我是其中一個小饅頭 對 然後現在呢是正大廣電氣霜氣 三屆必打工官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進校園的話 可以聯絡我這樣 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個很喜歡冒險旅行家 我曾經去過紐約上海還有周爾 那我今年夏天的目的地就是這裡 商業周刊的品牌公關部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像剛剛阿楓講的 很多人在暑假開始之前都會在找 打工遊學交換等等機會 然後我卻在找師兄 我就會想說我這樣決定是對的嗎 因為我們學校超多人喜歡出國的 我就會覺得 嗯 那我這樣子是不是太實際了 就是很想要趕快出社會啊等等 大家都在享受人生 後來我到了商中之後 遇到我的partner 也是一個男生 那我就問他說 他叫廖正祥 就是Nick 我說Nick 你覺得旅行是什麼 因為最近好多人都在講旅行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體會生活等等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那麼忙 我根本就沒有在體會生活啊 然後Nick給我一個很棒的答案 他說 其實旅行就是一個過程 你經過你走一條路 你不知道前面有什麼 你也不會 你不知道你遇到什麼人什麼事 可是你跟他們聊天之後 你經過一些碰撞 你會心裡的衝擊 你會學到一些事情 而且你會比你自己的 昨天自己更進一步 那這就是旅行 就像我們現在在商業週刊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主管會說什麼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經歷過之後 不管是好或壞 我們都讓自己的眼界更提升 這就是旅行 所以我今年 我等一下分享就是我暑假一個旅行的故事 好 先來聽大家好樣都滿有興趣的問 我找到這個時期呢 是在104旅立專區 學生實習專區投的 然後時間點是2013年4月 我就寫好我的CV跟Resume都寄出去了 好再來 書面成功要通過 我就收到Mail 叫我去第一階段面試 那第一階段面試 是兩個人之姊姊面試的 對 然後過了之後呢 就我們品牌公關部的總監面試 就我不是編輯部的 大家都好像以為上週只有編輯部 對 好再來 我就收到了 接到一個天使節的電話 那這個時間只是6月 所以我整年拖了兩個 因為超滿長的 很崩潰 所以我就找阿峰聊天 你知道 對 然後那個時候很好笑 我在買晚餐的自助餐點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恭喜你錄取了 然後我就在便當店尖叫 真的假的 謝謝 之類的 因為為什麼會那麼激動呢 欸 少了一張 等一下 喔 這個是 這個是我的錄取率 履歷有300多份 我是其中的兩個人 算下來 這個錄取比例是0.006 然後那時候我也嚇到 我想說 我應該不快可能上吧 結果真的就是我 那 然後分享這張圖 很多人都會以為我是左邊那種人 就是 一路以來就成功了 因為我選擇成功路 我沒有選擇失敗 可是其實我不是 我其實跌跌撞撞很多次 像我4月時候開始投了 我投了7千幾百家 然後很多家都是石城大海 然後有兩三家索性有帶我去面試 然後可是到後來也沒有上 然後那時候我就蠻沮喪的 我投了 像是敗爾藥廠HTC 然後還有一個Womeny的網站等等 我都沒有上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蠻難過 可是呢 好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我打動我們總監 讓我進去的一個關鍵 他問我說 如果結果公布出來 其實不是你會怎麼做 那這個是我敗爾面試給我最大的禮物 因為在敗爾他的時期也是非常非常難進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是101 你知道那種大樓 然後整個很氣派 我就非常想要那個工作 我已經打到最後一關了喔 最後一關我想說我一定要進去 我一定要上 天啊那錄取太低我一定可以 可是我在面試的時候 我就會表現得太想要 太aggressive 那個就不是我自己了 主考官想要看到的是你表現自己 然後看你能不能虛心的跟別人一起合作 這才是重點 所以敗爾面試實習完 面試完我知道我沒有錄取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非常難過 然後也那個時候當下其實很非常崩潰 可是因為這個機會我學到怎麼放下 然後我開始回想我面試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趕快的補齊之後我就向前走 幸好我最後一個面試才是商業走開 我就集齊了之前我所有的經驗 然後很輕鬆的面試 然後我就會 欸 上不了 這樣 好 那我就出發了 一開始這個是我 總監告訴我的mindset 然後也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定位 就是我一定不是大學生 我現在兩個月是以上班族的身份到公司去 好 也是因為這樣 也是因為這樣呢 因為這個好像有點問題 我的schedule變得很很很規律 像我以前7點到我可能睡覺的時候 是快起床 都快12點吧 可是我當上班族的行程變得超級無敵早 這樣7點我就起床 然後9點我就到公司 到公司第一件事是看所有的網站 瀏覽今天的新聞 然後所有的什麼 有的沒有科技網站我都看 然後呢 在12點就準時吃飯 然後2點回來就去工作 然後下午4點就更正正工作 因為快要下班了 然後6點呢我就準時下班 那有的時候會加班到7點多也說不定 然後8點我就很開心 哇今天工作都結束了 所以我就約好朋友去吃飯聊聊天小桌一下 然後12點準時 差不多快1點的時候睡覺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我工作的效率變超級無敵快 就以前一個禮拜禪做完事情 我一天就可以完成它 好 那簡單講一下 大家有可能想知道我在商中做什麼 因為我是品牌公關部 所以公關部主要辦記者會嘛 那之前很很慶幸的是 我們遇到劉大維這個人 他出了一本書叫別把鑽石當玻璃珠 那這整個記者會也是我們商中品官部 大概加持其生6個人共同策劃的 還有一個很好玩的經驗是 就是我們總監很好他給我很大的權利 要我們自己去create一個流程 然後帶著大家討論一個議題 就touch很無聊的議題 叫做商周集團是否需要統一服裝 然後你可以看到照片上 讓我每一個主管都穿白色的 是因為我跟我的partner要求他們穿 那天一定要穿白色的來公司 然後這是你認真中最爽的一刻 因為你可以指使你的主管做事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用了比較創意的方式 像有點像workshop 然後現場體驗的方式 這樣帶他們進行這個討論 然後慢慢的引出大家的想法 最後歸解錯一個很特別的洞見 然後我們總監對我們這次的規劃 還蠻impressive 就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用這樣的有趣的方式來做討論 然後我們很高興可以帶給他們 很不一樣的開會經驗 對 還有一個呢 是很特別的經驗 這個是我的同事營營 然後他的夢想計畫 在我們實習的期間實現了 因為商周很特別 他們會要學同人們 可以提個自己的夢想計畫 那經過大家的審核 通過之後呢 執行長就會自己掏一筆錢出來 幫你完成計畫 那他的 我叫他什麼呢 登登 樂高 他想要讓 他想要組一個樂高層次給他爸爸 然後當天剛好 隱隱的爸爸也快要生日了 所以我們在那天節目 然後他爸爸就當最後一個樂高工人 然後把最後一塊紀錄放上去 所以我們就見證了這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好 可是呢 中間我當然就失敗了一次 這拜爾面試已經讓我失敗已經夠難過 可是我到時期之後又失敗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七月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很想保持生活填滿的人 然後有時候會有點太過 所以我在六月的時候接了太多事情 比如說 路易斯也知道我參加那個什麼 Google AdWords的比賽 然後呢 還有接了一些朋友 叫我幫忙做什麼Case之類的 還有社團要弄 然後我 當時我已經忘記自己是上班族的身份 太忙了 從早到晚 然後六點下班之後 我要趕下一個開會 然後導致我隔天再開 跟我們總監開會的時候 他發現我會晃神 就會變成是 我後來發現 我根本沒有真正專心在做一件事情 然後呢 其實我還蠻難過 因為想說 天啊我怎麼可能再做不好呢 我已經都 這麼低的路去都進來 應該 自己的能力應該是還OK吧 可是我總監人很好 他就有一天把我抓過來 他就說 那個Peggy 你是不是睡不太飽 那時候想說 我還慘了慘了 真的被發現了 因為在辦公室其實根本不會有秘密 你就是一個小小的team 然後你在做什麼 你的精神中在怎麼樣 你的主管根本就 根本就看在眼裡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其實不要把 你自己弄得太慢啦 那我們就專心做一件事情就好 然後他也沒有責備我 反而是讓我學習到我在 我實習兩個月 讓我在八月的時候更專心的 把我實習自己做好 然後把一些不必要的事情都推掉了 就是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今天七月就非常痛苦 但之後呢 這個危機也是個轉機 幸好也有一個實習的partner 他就是Nick 因為這次實習比較特別 Nick是只有大概七月而已 然後因為其實八月還有自己的計畫 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他是一個個性比較溫溫的男生 然後我個性比較衝 就是我比較敢講 然後他比較害羞內斂 我以為他都不講話 可是其實他是自己 他那種人很特別 是他自己思考是在心裡思考 然後他思考的層面會比我更廣泛 就他會想好事情之後再說出來 然後我是只要想到 你就趕快講趕快講 然後其實根本就不知道你講的 你講的東西很表面 所以幸好我很滿幸運的遇到一個 有個性互惡的partner 然後他離開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Nick你可以跟我講我三個缺點嗎 拜託我不會吃掉你告訴我 然後他就說 嗯其實也還好啦 只是有的時候 我在看你七月的表現 有時候你會把自己弄太忙了 然後 嗯 你有的時候講話方式可能會太衝 然後你改一下就好 其實你的想法也很不錯 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還滿感謝他 這是他走的時候送我的禮物 對 那後來我在八月的時候調整心態 下一個夥伴也是跟Nick 蠻像的個性的女生 欸 我來看一下 好 他是圓獄 他今天在現場 揮手一下拜託 嗨 好 那他個性也是跟Nick蠻像的 在八月的時候呢 我就慢慢調整自己的心態 然後也跟Nick還有圓獄學習 他們兩個也是個性溫溫 所以我因為看到他們兩個的樣子 就更煩醒我自己 然後告訴幾個 然後謙虛 你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厲害 你沒有想像中這麼 能夠take care所有的事情 你看你自以為是的結 我就是七月疊個狗吃屍 這樣 那八月的時候 我就慢慢的 嗯 狀態有慢慢有起色 然後我也交出一個 兩份很漂亮的 proposal 然後主管有跟我說 你的名字 我們其實沒有把你的名字換掉 你的名字在上面 那我還拿你的proposal 去提給我們品牌處的頭 的head看 然後甚至我們要考慮給 把你的proposal下去給執行長看 就其實還蠻開心的 就是危機就是轉機 那這個經驗讓我學到如何放輕鬆 就是既敗而失敗之後 下了第二次的教訓 讓我好好的知道 能夠反省自己 你其實沒有這麼能夠做所有的事情 對 然後呢 因為總監知道我七月的時候 對自己的表現沒有很滿意 那他最後我實習快要離開的時候 他就給我一些feedback 然後這句話我一直寄在心裡 我蠻感激他的 他說別人對你的評價在乎 但不要在意 就是說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可能別人覺得你怎麼樣 然後你對你這個人 也有一些評價 不管是好的壞的 但是他可能不太了解你 如果你太在乎的話 像假如說我七月很非常 到八月的時候 我還很在乎總監對我有意見這件事情 我事情就不會做這麼好 我proposal就不會這麼perfect 所以我他後來總監說我做得不錯 是我沒有把他的話看得太重 反而是知道趕快要彌補 自己的錯誤 然後趕快進到下一步 從錯誤裡面學習 然後成長 對 然後接下來八月就結束了 然後這段旅程也差不多 快要到回家的時候 那以下是我歸結一些條例 是我學到什麼事情跟大家分享 第一最重要的是我覺得要一直 與其一直說 一直想不如趕快就立刻行動 對 因為你如果不做的話 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像是我七月一樣 我好像我會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講得好像自己很厲害 可是我可能做不出來 像我跟Nick在整理一個很簡單的把答案 很仔細的排排好 可是我居然把所有資料都裝翻了 我想說天啊 你自以為是什麼 你在開會的時候講得多麼偉大的idea 可是你連這種小時候做不好 我自己憑什麼呢 對 還有第二個是Silence Better Than Bullshit 就是有的時候你會覺得你的idea非常好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進一步去思考 慢慢想清楚的時候再講 會比較好 尤其是在職場上的時候 那再來 I'm certain things before you speak 就是像我剛剛立卡講的 你一定要仔細的觀察 用心的觀察之後 你才能夠有你自己的動見之後 再發表你的意見 會比較適合 然後再知道自己為什麼工作 然後實實感恩 還有在職場上一定要永遠說實話 那很多 我學校很多很多事情 今天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繼續在分享 那最後一句話想要送給大家 就是我覺得這些以上都是我自己的經驗 但是就像是一顆糖一樣 我覺得那糖好吃 我跟你說這顆好吃 可是你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感受 你一定要自己去吃過那個糖 才會同意我說的話 就會覺得這糖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在這裡鼓勵大家 你們大家可以走出去的時候 把我所有的故事都忘記 因為這是我的故事 可能不是你們的 你們要 也許你們會因為聽了我講的分享之後 你們會更緊張 想說天啊 我們同年 可是我竟然會不自走這條路 看起來沒有那麼成功 其實我也沒有非常成功 我也是一路跌跌撞到而來的 所以在這邊鼓勵大家有什麼想法 你只要有一點興趣 你覺得好像感覺對了 趕快去做 不要遲疑 對還有再來 也是這些失敗教我的 一定要趕快去做 然後及早失敗 然後擁抱你的失敗 之後呢 從失敗裡面得到新的想法 那你就會一直在進步 當一個永遠在進步的人 然後最後一句話送給我自己 也送給大家 Dear Pat Thank you for all the lessons Dear Future I'm already 希望大家永遠都一直在準備自己 然後最後一天你們一定會發光發熱 然後這是我的主管們 耶 他們非常好 然後我們最後還繼續吃東西 這樣好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